那我们来看这个83年这一题 那这一题看到这R倍的AB加S倍的AC这项量 其实这种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线性组合问题 线性组合问题呢 其实就是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坐标的概念 那我们就来建立一下 叫坐标就是要建立原点 原点的话就出现最多变得当原点 这是比较方便的选法 00当原点 B的话就是那个10 C的话是01 那AC的终点的话就是02分之1 那这里的话是 它是说这里是1比2的关系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 你可以用分点公式或者用向量来看 就是变成低等坐标就写出来 那它问的是什么 问的是1低向量 就是说从1走到低 那0走到这边那就要走2分之3 要走到1分之3 就倒退1分之6 所以这个1低向量 这样就完成 所以这题就是 整个用坐标思维来看 就会非常简单 那不需要再回到那个 这个什么三田贡献公式 那就介绍到这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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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来 对